到了冬天 很多的树 尤其是银杏树 在武当山最为代表 景色最美 秋冬交替的时间 它的叶子就会发黄而落 因为落叶 从养生角度来讲 不要产生这种低敏之心 也就是不要让情绪因为这个景 而产生低落 落下的叶子 也是一个 生命 到交替的一个时间节点 和我们人一样 男子一八 女子一七 这样的节点 那就是一个节令的问题 那么从武术角度来讲 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把地板铺上地毯 铺得很干净 房子滑 当然这是件好事 房子受伤 那么对于民间这些练习者 他不论场地如何 更是考验自己的时候 比如说地上有叶子 我们在练习走掌的时候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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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还没有完全恢复 非常不稳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生命一样 生活一样 挫折 不顺那是常态 偶尔让你顺利 让你比较顺心 这是偶尔 不要把它当成常态 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心境 其实生活一片美好